兩天大家非常關心 就蘇醫師被查了水表 竟然在這個12月25號 也就是我們的行線紀念日要被約談 而且本來警方約談的時間 還是晚上10點鐘 真的是非常的 對 很過分 這個晚上10點照道理 是不能夜間來加以這個詢問的 那所以說這個民進黨政府 因為蘇醫師反對 萊豬進口的事件 所以就用這樣的方式來加以查水表 基本上就是要前置他的發言 殺雞儆猴 所以坦白講 這幾天已經引起相當大的共憤 所以國民黨當然也對蘇醫師加以聲援 可是我們必須要提到 就是說蘇醫師他過去 在過去跟民進黨的立場 事實上反而比較偏近的 為什麼 因為他從民進黨在反萊牛的時候 就是常常代表民進黨發言 所以說蘇醫師事實上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可是變的不是蘇醫師 變的是民進黨政府 就是蔡英文在8月28號開放了這個萊豬的進口 所以我認為民進黨心裡最不爽的 大概就是說過去這個老戰友 甚至曾經是野百合的老戰友 竟然在今天這個時候出來反對萊豬進口 再加上蘇醫師他有他的專業背景 這一些特點都是不見榮於民進黨政府 所以要來加以修理的這個狀況 是 其實剛剛可以聽到蘇醫師一路走來 他態度始終如一 其實他不管藍綠 他其實他是秉持著專業 數據 良心 還有人民時代安全來提出 這些東西裡面含有的毒物 到底對我們人體吃進去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他其實並沒有因為 這個不同的政府的政黨改變 而改變他原本堅持的態度 但我們知道其實這次來看的是 他也希望能夠向國家人權委員會 主委陳菊來擊鼓民怨 要求要處理民黨政府 違反人權的案件 保護他的人權 你怎麼看這一段 這個當然我覺得 主要應該是來諷刺陳菊的 這個陳菊擔任人權委員會 基本上就是個很大的笑話了 尤其在蔡政府不斷的對人民查水表 甚至關掉了中天新聞台 這個都是相當違反人權的事件 到現在為止 陳菊沒有出來講過任何一句話 沒有對於台灣的人權 或說被侵害的人權加以聲援 所以我當然覺得 蘇醫師如果去跟陳菊院長請願 大概結果也是一樣的 但是他應該是要凸顯 過去陳菊跟民進黨 一樣是站在反萊克多巴胺 有就是過去他們所謂的毒牛也好 瘦肉精也好 這個立場 事實上跟現在是相當的違背 甚至是諷刺的 不過說到陳菊 我特別要提到 因為昨天 我也在我自己的臉書上 PO出的陳菊 過去也曾經在司徒文 也就是AIT處長面前 講出了他反對來牛的這個事情 那這兩天當然也吵得背背揚揚 不過比較有趣的就是說 這基本上就是兩號標準 這個過去民進黨可以做的 現在反而國民黨不能做 這個是相當的令人覺得諷刺 那我們看到這個標題 這個雙包黨又被抓包的 的確花媽在2012年這一段 真的是太經典了 當時的場合基本上是一個 美國跟台灣 這個所謂的留學教育展的交流 是一個公開場合 這個陳菊市長當著來參加的貴賓 AIT的處長司徒文 當面就嗆聲了 民進黨反對來牛進口 而且告訴他反對受漏驚 只是反映台灣多元聲音的一種 所以當時陳菊做過 前天盧秀燕市長 也在立英傑處長來訪的時候 同樣的表達了心聲 也就是台中市 包含市議會反對修改地方自治條例 也就是反對有來記的 不管是豬肉或牛肉 到了台中市來 一樣是為民發聲 一樣是表達各自政黨的立場 結果民進黨竟然對於盧市長 加以撻伐 說他是這個突襲 說他這個設局等等 這個完全是雙標的這個做法 令人相當不辭